对,第一个是杰哥的,对,我之前也看到过 杰哥说我曾经也有过相比迷茫 家人对我的支持也是让我有点选择演戏 今天我也想把这部演戏分享给陈国恩 相信你的心意和努力都会白费 对,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感谢杰哥就是能够关注到我 大家好,欢迎来到 投讯视频令人心动的offer第四季和 求职平台领英职场共同推出的 永不缺offer聊天室 我是来自领英职场的观察员韩冰 领英职场APP已经上线了职场互助社区 欢迎大家向自己理想企业的真实职场人 发出邀约和他们进行职业对谈 相信你会有很多的收获 今天我们的聊天室请来了offer建筑计 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实习生陈国恩和陈志言 我们来欢迎两位 大家好,欢迎 首先祝两位新年快乐 因为今天是元旦1月1号 然后因为国恩参加过之前的快乐快达 所以我们特意把题目都换了一下 为了让你能够再参与一次 第一个问题,出生年份 1997 2000年 哪里人 六千万州 目前居住过的城市最喜欢哪一个 最喜欢厂商 最喜欢重庆 最喜欢的季节 冬天 秋天 最喜欢的节日 国庆节 顺节 业余的爱好 摄影、规画、还有书法 运动、睡觉、吃饭 说养宠物 更喜欢你养猫还是狗 我可能不会选择养宠物 因为我很怕会被养 我喜欢 我应该以后会考虑养一只狗 理想职业是什么 理想职业就是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更有势 我觉得是一个开放 我是希望能够在 就是做建筑之余 能够有一项自己喜欢的附业项做咖啡 因为我特别喜欢做咖啡 可能会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考虑开一家咖啡店 期待第一份工作的薪资是多少 能够养活自己 我觉得第一份工作能够养活自己 这可能取决于我之后工作的城市 如果是在北上广这种大城市的话 股资应该会高一些 但如果是在我家乡那边的话 可能会稍微低一些 因为它还是跟当地的一个消费水平相关的 所以这我可能不太能确定 如果可以转行 希望做什么工作 我其实之前也有在尝试 其他的一些岗位的投递 我刚才也说了 我更希望是一种开放的一种 态度去面对工作 因为现在其实可能有很多工作 我们并不了解 但其实它可能是适合我 所以我可能我的理想的工作 可能会包括体制内 也是一种考虑 当然的话 我觉得跟我最相关的 可能还是说规划社会 我可能会还是更喜欢设计类的 就是建筑行业的各个领域 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是可能不太会完全地脱离建筑 去一个全新的行业 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天 工作了几个小时 那应该就是 22号 应该就是那天 我觉得工作时间最长 就是上次那个动物园 那一天 就是动物园 表演第一天 只睡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就一直干 干到了超过12分 所以应该是要12个小时 可能是机器人那一期 就是通了一个销 睡了两到三个小时 最后一个问题比较轻松 分享一张 最近跟offer同期朋友的合照 好 没抓 是不是刚刚拍的那张 对 我的是这一张 刚才我们一块吃了一个午饭 可以看到吗 看到了 可以看到 然后就自己假的拍了一次 这个我也是 但是我的人可能比较少 你们这次见到面之后 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我是很开心 好久没见 还是很想念到面 我觉得特别好 感觉你们同期一起 虽然是做节目 同时也是实习的这种感情 真的是很通业的 真的 我觉得非常难得 我的一次机会 就是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我们也是 就是期待了很久 他们今天到来 就是大家一个团聚 然后冠甲 就是提前好多天都在想 我今天要做什么菜 然后我们要在那做菜 谁做菜 谁喜欢这种之类的 而且当时在北京实习的时候 可能那个工作环境氛围 以及我们专业自在的特性 就会让我们几个人 像一个大家体一样 然后特别的友爱 所以这次见到面非常开心 我们甚至在计划之后的 就是在这个录制结束之后的 一些友谊以及聚会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是转行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然后这个话题的出处 其实也是第五期 那个国恩有提到 就是你们去参加 那个大事赛之前 包括在那个 不是大事赛 就是参加大事活动 对 然后包括在活动上 你也有问到那几位嘉宾 就是说关于转行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国恩吧 就是你是怎么想到 转行这个话题 以及如果转行的话 你想做哪一行 就是关于转行的话 我在节目中 确实有cue到转行这个词 但是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 主要是由于我身边 有很多学建筑的 或者说规划的同学 是有考虑在转行的 而且他们也确实很多人 也有转行 所以我当时 也才会在那个时候 有机会与大事去交流的话 也是能够喜欢听一下 他们对于当下 我们专业的想法 对于我们现在身边同学的 一些困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词 给抛出来 那关于转行的方向的话 就我身边的同学建筑学 我觉得的话可能 转行的方向 可能主要是在互联网 比较多有一些 PN产品设计之类的一些内容 还有PN产品运营的 也有在做 当然也有在做跟游戏相关的 因为其实建筑的内容 是可以应用到游戏当中去的 比如说建模 场景设计 还有弯卡设计等等 那这些其实也是 身边的一些同学都会有 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志妍呢 志妍有没有考虑过 转行的相关的话题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有了解过这方面 然后就是在大四的下半学期 然后当时收到了一个 来自上一届的学长学姐 他们去找工作 然后了解现在这个就业状况 然后我当时也了解到了一些信息 当时我就在考虑 要不要去转行 而且太多的人就是会 会对一些建筑学 在说什么快逃之类的话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设计行业 以及这种有创意力 然后包括和周围的朋友 和伙伴同事 有一些沟通的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我可能还有一段 很长的时间 去慢慢思考这个问题 我并不其余 在现在就给出一个 师傅要转行 然后转到哪个行业 而且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算是转行 也会是建筑相关的行业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 还是比较有意义 而且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你们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岗位 就是我们学建筑的 专业的同学可以考虑的 我了解到的话 首先第一个刚才提到 一个互联网的方向 包括一些产品设计 第二个就是产品运 产品运营可能跟产品设计 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能 第三个就是交互设计 第四个就是 我最近有关注到 有一个很优秀的学姐 然后也是很级别的 他其实现在有在考虑 做一个副业 就是做婚礼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 其实可以考虑做的 因为婚礼策划的话 其实他也涉及到 很多场景的设计 自己的一些设计理念 对于婚礼的一些看法等等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 也很适合建筑师 去做的一个职业 设计我有一个本科的学弟 他也在做游戏观察设计 因为我觉得建筑行业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行业 然后包括我们除了 建筑设计师以外 还有很多像 刚刚甲方就是在地产 这种也会有一些设计师 但他已经不再接触建筑设计了 但他没有完全 破裂建筑这个行业 然后就是就算我们不做设计 也仍然是处在 建筑行业里面工作的 然后还有随着 现在可能一些技术的发展 然后会有很多智能建造 然后智慧城市 这种偏向于 学科交叉的这样一个行业 然后还有一些 可能像AI的生产 然后还有一些智慧材料 这种各种各样的 特别的多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了解的很全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接触 慢慢学习 聊到职业相关的选择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会 比如说问一些师哥师姐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信息来源 是帮助你们打开这个方向的 对于我来说的话 第一个是师兄师姐 和学长学姐 他们的一些真实的 接近我们实际的一个经验 还有一些就是 网络上有一些公众号的 一些平台 或者说 现在那些主流社交媒体上 其实有一些转行的一些分享 其实都是可以去搜索到的 那比如说在转行的时候 你们主要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那在具体选择转行的行业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是否擅长 自身的能力和优势是最关键的 第二个就是 他们也会考虑一些 转行的工作强度 因为也有很多人 在可能转行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行业的一些工作强度 导致他们想要有 这样子的转行的一个想法 所以的话 他们也会去通通考虑 这些工作强度的风险 第三个就是薪资和工作强度的 一个投资回报品 然后第四个就是 我们还和家庭方面的 因为很多城市 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战略定位 某一个城市 它可能某一方面的工作特别的好 然后可能就像杭州 然后像上海这种 他们的城市定位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当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 也意味着你可能选择 大概的城市在哪个方向 在这个上面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感知 在学校学这个建筑专业 和来到两个建筑公司 真实的这种职场环境之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感知 我的感知的话 我觉得就是学校里 跟实际和实际工作相比 实际工作简单来说 它会更加严格 它对我们的要求更加高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提交作品的一些时间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既然前面已经订过了 那基本就是没得再商量 我们一定要在赶紧时间的期间去完成 但是学校的话 可能大家确实觉得很多人 如果说就在这个时间 真的没办法完成 那我拍出课代表 可以去跟老师再协商一下 我们来推迟一下时间 我感觉可能就是 一个分工的问题 因为北京人它人非常的多 然后大家就是各自其实 然后做好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一个建筑设计里面 它会有一个前期体概念 然后中期建模 以及后期渲染 然后出成果 出图 出汇报 这样一个大概的几个过程 可能有的人他就擅长某一部分 他就只需要做好他那一部分 做到就是极致 但是在学校的话 我们项目往往是 很多都是个人项目 所以就要做完全套的东西 就是第五期 北京院和直向两个公司 要进行同一个项目的竞标 感觉时间特别紧 任务特别重 我看直向那边 他们是吃饭是五分钟 还是怎么能掐着表去吃 我觉得就是极限的这种挑战 对你们来说 肯定是一种很大的磨练 想问一下 就是这番历练之后 两位就是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 对时间规划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和心得 我觉得时间规划的话 一定要落得非常细致 尤其是在这样子 比较紧的短期的一个项目当中 时间规划一定要落到具体的人 还有举结室 那这样的法律 在做相应的工作的时候 才会有更加的针对性 也变于后续的一些问题 如果有一些发现问题的话 可以更快速地去 对应到具体的某个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更加当教训 是整个我们的工作团队运转向 而且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是六个人合作 其实对于我感触更深的一点 就是如何把有合理的时间 分配到每个人的身上 因为我们不可能 所有人都在加班 然后也不可能 所有人都在睡觉 而且像我们也是 大家都分了工了 那些工开也有一个先后顺序 所以我们当时可能就 不然派你先去睡两个小时 然后这块我来做 然后我再去睡两个小时 然后把接下来的任务交给你 这样的话 大家的工作效率和模式 就非常的高效 然后配合的也比较好 就是第五期当中 那个大师活动 我印象还挺深的 就是当时国恩应该是 提到了那个转行的问题 然后包括有职业规划 相关的问题 然后有一个老师就说 他特别不喜欢 职业规划这个词嘛 我觉得他的观点 就是非常干活 而且是 他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经验 因为你刚出校门 就要什么 我们做什么三年规划 五年规划 就是感觉给自己 平添了一些条条框框 那个老师说完这个观点之后 我不知道 两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听到这个观点 当场其实就 一下子毛色顿开的感觉 因为职业规划 其实之前 自己也听了很多遍 但老师一讲到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 做职业规划 突然就能够get到 那个观点 然后也在老师 或许的一些讲解当中 也确实是绝会很多 职业规划 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去 遇见未来几年的一个 脚踏实地的 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这样的话 就工作肯定会越来越好 生活一定不会亏待 努力和真诚认真的人 然后我可能 其实也是比较认同 老师的这一点 因为像在我这个年纪的 大学生 然后都有很多的迷茫 就是我未来要 重拾什么样的工作 我在多少年 可以进制到一个 什么样的岗位 然后多少年去跳槽 但其实一切都是未知的 就是很多可能 你做了一个规划 但它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觉得可能 老师想表达的意思也是 相比起规划 我们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然后要朝着这个目标 去学习 自己应该掌握的技能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比一个虚空一点的 规划更重要的事情 你们生活中 包括这次实习下来 有没有一些 就像刚才国文说的 毛色顿开的时刻 哪个人说的哪个话 或者说什么样的观点 或者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你突然觉得 原来通过实习 学到了一些 跟在学校的时候 或者说过往的 认知里面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先说 我可能就是在 最开始跟老师学习的时候 就学到一个 模型的下 然后就是 这些也是可能 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 因为我后来发现 建筑师其实他是一个 在不断说服自己 说服甲方 说服业主的这样一个行为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然后我如何 以我的这套逻辑 去打动别人 可能我做东西 它会有一点 就是天马行空 然后我都很少去反思 然后去回顾 这些我做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逻辑 但当老师说了 一个逻辑自洽之后 就是能够说服 我自己的这套逻辑 也许也能够说服其他人 但首先我必须得 先说服自己 就是我有这份足够的自信 然后以及 就是对我方案的坚持 才能够去打动别人 打动业职 你们在这个整个实习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或者说 那个让你觉得 对你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 能够启发到你的一些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 跟我一起的实习生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比如说冠甲 他就对于专业就很热爱 然后他包括我们平时做事情 比如说我们每一期的项目 他都会非常细致地去 每个项目都一页一页地整理 到一个汇总本上面去 就非常的清晰 他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一些 在每一个项目当中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对于我的一个起发 在老师方面的话 其实老师每一个老师 都给我很大的起发 比如说胡老师 他其实工作能力真的很强 而且他自己的话 除了工作 还有一些很优秀的一些业余爱好 比如说唱一些话 所以就很好 对 但是他最打动我的一点 就是他 就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女生 因为他相当于 之前在工作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月 每天都只睡四个小时 但是他都能够坚持一下 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起发 就是当时在后面的一期 有一期里面 老师他有带我们去现场调研 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其实好的案例看了太多 我反倒没有太多 在网上看过一些失败的案例 但当时去了那个警察厂 然后但是他里面设计的 非常不合理 然后我们进去逛了一圈之后 就会非常的感受到这种 有一些瑕疵 有一些缺陷的设计 其实对于使用者的 那个角度出发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会比较严重地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就是因为当时很多车 它可能停在里面 就再也没有办法开出来 然后突然感受到 做一个建筑师的责任感了 对 突然感受到责任感 而且像我们平时画图 可能车厂我就画一个方框 这几秒钟的事情 但是对于从燕楚 从甲刚的角度 甚至从每一个 使用居民的角度来说 都是对他们生活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的 想问一下 就是两位当时 对其他的五位同学 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另外就是在合作下来之后 感觉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对之前的第一印象的话 就是热情 然后也很大方 真的因为我一到的话 我到的话就离开 跟你想带一个端奖 然后冠奖的话 是第一印象是比较高的 然后他在那 就自作自作在那 做白白模型 也不太敢说话 就是跟他现在 感觉还挺大 所以就当时的话 就在那里 只有志炎 还有横翔跟我说话 横翔的话就是 他也是很乐于去交流 而且我对于横翔第一印象 就是觉得他很有想法 因为他很够初衷的 去跟我介绍 他的一些创意 和一些观点 接下来就是西岩 西岩的第一印象 就是他带了一个 很窄很窄的眼镜 然后感觉 感觉我很少 然后小文的话 第一印象就是没有见到 我对小文的印象 是完全来自于大家的说法 大家说小文又会唱歌 又不跳 然后又会摄影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运气 我可能第一印象 就是郭文哥他刚来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安静 然后很反正的一个 因为郭文哥他以前是 有见任过学校的主持人 然后就是气质 然后仪态特别的好 然后又很帅 然后再一看他的图纸 就是那种可可爱的 这种超棒 他当时就想做 摄影一个男生 是不是少女性 然后当时 第一次见到林铺翔的时候 他就比较热情 然后也是感觉那种 比较外向的人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人 就觉得还挺聊得来的 然后当时在看他的图纸 就觉得他又很有实力 就是很有想法 然后方案多得 真的很好 他方案 之后就是见到冠甲 冠甲他确实很高冷 当时 当时就跟他打完招呼之后 但是他很有礼貌 礼貌地回应我们之后 他就忙于自己的方案 之后再见到西眼 西眼他当时 就之前在网上 看过西眼的方案 然后和照片 当时以为他是那种 比较高冷的那种美女姐姐 有种女神气质 然后但是他见到我就 非常亲切 非常热情 一把搂过我 说你这个身高刚好 他真的很好 然后很温柔 很有亲和力 然后在小龙 小龙他确实第一次 没有见到 然后我们第一次 跟他见面 是在那个 同学会议上 聊那个方案的时候 然后当时小龙就 比较模糊 他长得比较马赛克 然后他当时 就也可能是 比较泪脸的那种 因为是在网上 他后来跟我们说 他听不太清我们说话 所以当时对小龙 还没有那种 比较深刻的 比较深刻的那种气质印象 但是他当时一来现场 就很爪很酷 就是那种酷盖的感觉 好的 然后我们下面这个环节 国恩可能比较熟悉 然后是一个惊喜环节 我们会从微博上面 找到很多网友 写的关于你们俩的 那个post 然后会请两位 分别朗读一下 先让陈志颜先读 好的请志颜先读 看offer4建筑记 越看越喜欢陈志颜 真的好可爱的 重庆妹宝 特别爱笑 还经常把旁边的人 逗乐生活里 好喜欢和这样的女生 做朋友 真的我太爱她了 还有李超凡 所以你生活中 是那种很惹人喜爱的 朋友吗 对 朋友是朋友很多的 那种人是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但是和周围的人 都还清楚得来的 嗯 陈志颜好可爱 笨蛋的美女 不是真的笨蛋 就是没有吸引的 那种快乐小狗的感觉 确实 就是那种EMFP 快乐小狗 嗯 有种憨厚的美 好喜欢北京院的氛围 喜欢美女天天 美女性格都好好 最喜欢陈志颜了 好开朗笑的小看 这个也有你 你还喜欢 你好喜欢陈波恩 温温柔柔的 确实 我也很喜欢北京院的氛围 好的 那请国恩来念念你的 对 第一个是杰哥的 对 我之前也看到过 杰哥说 我曾经也有过相互迷茫 家人对我的支持 也是让我用了选择的游戏 今天我也想把这部游戏 分享给陈波恩 相信你的心意和努力 都不会白费 对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也非常的感动 然后也非常感谢杰哥 就是能够关注到我 对 因为他杰哥在节目当中 确实给了我很多鼓励 所以我真的 每次看节目 就一听到杰哥Q到我名字 然后就是一顿夸奖 我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也给我非常大奉利 去做的更好 真的非常感谢 然后我也一定会就继续 想杰哥学习 谢谢 他刚才想你偷偷握拳 然后陈波恩姐 你是人家理想 没有没有 可是我也很普通的 就是就在屏幕当中看到了 可能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可能有关注到我的一个优点 但其实我们 我在生活中 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通人 然后也自己也有很多缺点 我觉得很优秀 我觉得低调又谦虚 我觉得很清秀 然后这个也希望 大家能够一起努力 谢谢两位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工作是一件挺魔人的事情 但是看到你们的这个经历 然后包括你们之间 产生的这种友谊啊感情啊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激动人心 然后也会鼓励到很多人 要对自己的职业 要对自己的这个工作 有信心 然后要努力 然后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然后也感谢大家观看 令人心动的offer第四季 和求知平台 领英职场联合推出的 永不去offer聊天室 转行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欢迎在评论区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另外想告诉大家 领英职场APP上 现在已经上线了 职场互助社区 大家可以下载APP之后 点击我的页面 点击职场互助管理 进入社区 向自己理想企业的 真实职场人 发出邀约 和他们进行职业对谈 然后我们再次谢谢 志言和国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阿姨老师 谢谢